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文物它比较特殊的地方 它体现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见证 它上面的这个胭脂红 其实是属于当时是乾隆时候的一个西洋 很引进的这样一个颜料 所以这件作品上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元素 就是一块碰撞和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作品 又是带有一件非常有寓意的 这样一个吉祥寓意的这样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也把它选出来 那龙在整个十二生肖当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因为它是一种超自然的森林 就是说其他的十二生肖都有现实版的动物 我们都认识或者接触到 但是龙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龙在中国古代艺术 或者是中国古代的文物上面 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存在 而且这种存在几乎是超自然 或者是一种很神圣的力量 尤其是到了这个有帝王时期的时候 龙又成为了一个帝王的象征 所以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整个精神的一个内涵 在龙的上面是有很多的一个体现 里面的家庭 我能够继续作与